蟲子在調整 雞鴨居住我的鴨 我不知道哪一隻鴨居住我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Hello,我是Mae 我是Kiki Kiki和Mae 隨意去飛 我們現在就在JR的名古屋站 完成了名古屋的旅程 因為我這次是第二次 和我十幾年前來其實真的差不多 甚至沒有變化 以旅遊城市來說 像東京或大阪京來說 這裡的遊客數量明顯少很多 除非你去一些很熱烈的旅遊熱點 例如我們之前去的吉祿力公園 日本遊客都很多 雖然乘坐車或吃人氣的餐廳 都是方便和容易的 我們現在就準備去夏旅溫泉 這個溫泉是日本的三大溫泉之一 我們之前都去過油馬 以及去過草樽 這是第三個 我們終於可以達成這東西 我們剛才在這裡買了JR Plus 這張JR Plus會去到納山黑部 我們到時候再說 我們要預約去夏旅溫泉的特急車票 一次過搞完它 我們終於都會繼續展開溫泉之旅了 如果大家都很喜歡來日本浸溫泉的話 不妨看一看我們這個溫泉系列 我們就會把所有溫泉的影片放進去 可以一次過看完它 喜歡的話一定要記得 CX Camelike和Share 心目標 記得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開啟鐘仔場才看 出發 去旅行特別有衝勁走多點路 之前去了棉花堡 昨天就走上城堡 今天去看國寶 明天去哈爾移動城堡 不覺不覺每天就走了萬幾兩萬步 今集多謝喜寮桌的贊助 很多時候去景點和逛街都走得很累 可以代用一支特強喜寮桌腿布護理雨液 記得藍色直身包裝和水滴形設計 這款是一款長期收穫雙腳的產品 幫對腳打好隔底 做好靜密深層護理 舒緩五大腿布不適 歐洲製造 天然草本配方 沒有藥性 綜合維他命P 用法非常簡單 塗上小腿輕輕按下就可以舒緩到 走到累或者離間都會腫 尤其是對腳是特別腫 Kiki都會幫我按下腳 舒緩一下 雖然有時候都好像自己按好一點 誒 說笑 敷衍一點 敷衍一點 如果像我這樣大頭蝦 去旅行推行行行踢踢踢 令自己間中有遇上 就可以用紅色包裝的 喜寮桌藥膏去雨 在即日起節8月8日 喜寮桌有抽獎活動 有機會得到高級品牌的行李箱 上機 詳情可以留意InfoBoss 不說那麼多 我們馬上去片 我們馬上去酒店Shuttle 在我們的酒店大概10分鐘的路程 很近的 因為我們的酒店算是在山上 而且剛剛其實經過了下旅站 我們剛剛Check in 我們入房的時間應該是3點鐘 現在還未到 這邊就是我們的Check in 位 其實它進來 大家已經換了一雙鞋 變成了穿衣的拖鞋 好像之前去廟賴湯一樣 這裡的人非常之好服務態度 一位原來會說中文 真的容易溝通很多 尤其是預訂的Shuttle 好美啊這裡 做了來也好 慢慢可以看一下這裡 這個地方其實已經是一個古蹟 它是要保存得很好 所以它就特別一定要穿這樣的拖鞋 這個位置其實它就有一個 手信店 那我們走過去 你看這些鐘多久 這間酒店可以說是夏女溫泉裡面 是數一數二好的酒店 我們這間房都很值得期待 當然啊 這麼貴 真的貴 10萬日圓啊各位 我們多數這些溫泉都住兩晚 但是這間太貴了 但是我們又想拍給大家看 所以我們就決定住一晚 這裡手信來說都算是多 因為我們這間酒店在山上面 其實如果以步行來說 距離山下面的溫泉街 是有點遠的 我們今天就好好享受這間酒店 然後明早早 查出之後再去溫泉街 我相信來了祈福縣的朋友 對一個公仔一定不陌生 有很多飛驢的公仔 其實我覺得這個公仔挺搞笑的 我覺得這個公仔 好像是晴天娃娃 觀內廳遇用 是不是在說天鑊用 有這間酒店的湯枝素 但可惜我們家裡沒有浮過 臨在心裡 哇這些電話好舊 可以打電話回家 還可以用到 還可以入100日圓 灰上面都要放一些土仔印 不同的公仔 在手信店旁邊 就是大家的休息室 我們的景觀很美 看到這個酒店多厲害的一個庭院 這裡用的咖啡 就是皇室唯一指定的咖啡豆 有日本的皇室認證 馬上試試 我們剛剛就進來這間房間了 其實剛才那位哥哥的英文是非常好的 說得非常清晰 我們這間房間叫做山樂壯 價錢是10萬日圓一萬 除了這裡本來是一個文化財的地方 其實它是一個文化遺產文化古蹟之外 這間房間是天王住過的一間房 其實在這間酒店裏面 三間房間都是天王住過的 還有它是三大名泉夏女溫泉的酒店 所以你種種原因加起來 這間酒店就比較貴一些 它是舊式的酒店 還有你會看到它的裝修 其實我相信和以前應該是沒有分別的 這間房間是非常乾淨 而且它保持得很好 晚餐和早餐都會在這間房間吃 都是一博兩吃的 這間酒店的地圖是非常複雜 因為這間酒店其實是一間很大的酒店 而且它這間酒店裏面好像迷宮 剛才哥哥的時候也有跟我們說 很容易迷路 可想而知 這間溫泉旅館是容易迷路的 是多麼大 以及多麼特別 因為這間溫泉旅館是有11層的 而我們現在身處其實是3樓 我估計它比較高一點的層數 應該是別館生起的一個地方 但我們本身住在本館 比較在故式故鄉一些 我們旁邊也有兩間房間 叫做七重八重和混井 這兩間是天皇和皇后住的地方 不過重點就是 二樓會有大浴場和露天風淚 四樓有社交室 餐廳、酒吧 也有打乒乓球的地方 大家如果來的話 最主要就是要留意二樓和四樓 你好 我吉様 どうぞ 我們事不宜遲 立即開始我們這間房間的room tour 首先就有這個圓框位 把我們所有的行李 而我們這間房間的風格 都是傳統和室風格 其實這間房間不是超級大的那種 但骨子得來是甚麼都有的 然後我們就來到前室 這個位置有一個化妝桌 其實這裡還有一片窗 不過就對著那些山石 大自然的感覺 而這邊就是放一些床鋪的 那些人就在我們吃飯之後 和早餐吃之前 就負責放好床鋪和收好它 那我身後這一邊就是我們的和室 看到一張牆桌 那上面都會準備了點心給你 歡迎你 那有部電視機仔 茶居 天皇推介的咖啡 那我們之後就來到廣原這個位置 那就是最近我們這個窗邊 也是我們最開揚的景觀 看到 見到夏淚溫泉 那現在天氣非常之好 好舒服 想立即快點完成了room tour 真的會在這裡 同時這個位置 後面會有雪櫃仔和冰水 不是這樣就圓的 而是有一條小走廊 這個剛剛的哥哥都沒有跟我們說到 我們之後發現 咦 原來這門是可以開的 它就是茶室 不過這個茶室是比較密封一點 完全是沒有一個透明的窗 還有這邊是霧冷氣的 純粹是一個密閉的空間 為何焗一點呢 現在天氣熱 還有值得一提就是全榻榻米 榻榻米是很新的 這邊就是廁所 我覺得廁所很好 因為有兩床門 不會被Kiki的屎臭 普通全木廁所的格局 然後就是這間房 我們最喜歡的位置 就是浴室 來到下壘溫泉 浸溫泉 絕對是一個重頭氣 這邊就是換三位 分了有兩道門 這道門就是室內風淚 它寫著是100%完全的 這個室內風淚也是用了一些繪木 不會覺得它很舊 因為這裡可能從天花板 到下面都是木 就覺得很舒服 它聞到很大的繪木的香氣 真的明顯地聞到 也提醒我們 它是要保持著開 這邊有冷熱水 大家可以調整自己適合的溫度 我覺得這個很棒 這個浴室的室內和室外的露天風淚 絕對是這間房間 另一個大賣點 好 那出來的這門 就是室外的露天風淚 不要看到這個好像什麼 大米缸 裡面其實就是給大家浸浴的 職員也有提醒 這個木蓋放在這個位置才好用 不要隨便放 很多的安多芬 大自然的 浴缸其實我覺得幾大 應該兩個人浸應該沒問題 大家都會留意到 它上面其實是會有少少昆蟲 你明白的 因為現在其實30度了 夏天來日本浸溫泉也是 都要適應和這些小昆蟲一起相處 當然冬天浸就最爽了 如果很介意的話 就撥走它 其實都沒問題 我們現在都在深山裡面 因為景色就是對著一片蟲泥 也不會跟外面的房間很近 最特別的是它的護膚品 第一次看到溫泉旅館是用雪機精 印象很好 我們這次的room tour 就去到這裡了 好 我們現在出去 探索一下這間酒店 這間溫泉旅館其實都很歡迎住客 周圍去探索它 所以它是有一張吸引紙 你當時玩攤位那樣 你就去不同的櫃檯 去吸引 有什麼獎勵呢 就是會有餐飲的九折 想不到是有獎勵的 好 第一個就來到這裡了 三樓展望台 對 它有寫三字的 順便說一下 其實它每一個櫃檯 隔離的景點 這邊就是三樓展望台 那個景點是開洋過我的房間的 我只是進來一個多兩個小時 我只是帶著地圖旁邊 對 這裡是會寫在哪個位置可以吸引 我們現在就是這個位置 展望台 好 上四樓 這個兜來兜去真的會迷路 好 我們很快就來到下一個櫃檯 就看到天王和皇后 大駕光臨這間酒店的照片 嘩 全部黑白照片 我們繼續吸引 就去櫃檯五六七八 都是在樓上的位置 哇 這裡完全不同的感覺 去了別館 兩個世界一樣 陽色的感覺 羅馬玉場表 露天風偉偉 我們第六個就是竹湯 嘩 這個竹湯很舒服 旁邊還有這麼大的露台 可以在這裡吃茶點 好像人家喝茶 這個竹湯就是24小時 而且旁邊已經有毛巾 所以可以隨時過來這邊浸 嘩 好舒服啊 嘩 好熱啊 辦內宿的時候也是這樣浸 在一個站旁 這棟本館依然維持古舊的 歷史性 另外這棟館就變成了洋館 是洋式風格 適合不同客人喜歡的感覺 好厲害 第五個 這個位上去應該是去回我們剛才竹湯的位 我估計是 這棟本館 它這種洋式真的是恐怖的洋式 超和風 看這些 第七個 家族湯 唱卡拉OK 嘩 嘩 可以即直表演唱一首歌 300日圓 這個有三期十二飲 1400日圓 這個可以看裡面是怎樣 很像以前的酒吧 對 以前的酒吧 夜總會的感覺 所以說這個洋館也很棒 好像穿越了以前的年代 我看到樓梯想起文王的總統室 因為只有幾種運動去玩 去玩桌球 Bang Ball 不過全部都是要預先預訂的 不過好像不花錢 嗯 以前那些舞廳 還有日本人很喜歡浸完溫泉之後 打了一張球 我看Diamond Mizziko 它經常跟精叔這樣做 啪啪啪啪啪 我們還欠兩個 一個在大獄場 一個在Lobby 好 下去 難怪它會很歡迎客人到處探索 因為它真的製作得很漂亮 還有很少溫泉旅館是這樣的 通常都是一種風格 這個位置就是泰設風呂的位置 這是剛才我們的展望台 是呀 剛才來到這裡 原來是四通八達的 原來我們可以這麼快手上喝酒 是呀 同樣有唱歌 Sakura Sakura 你覺得日本人會知道我們香港哪首歌 黎明那首 黎明有些歌是翻日文的 什麼夏日傾情 對呀 我覺得這裡的歌應該挺舊的 可能有Yo A Sobi 好 這裡就是大獄場 但是我們呢 就不會進去住的 就是在到處找這些checkpoint的時候 看到一個日本人浸完溫泉 然後又走下又停下 又走下又停下 然後給了我們把地圖給他 應該都迷路了 浸完溫泉之後太開心 就不記得了房間在哪 終於到最後一個了 多謝大家和我們一起玩這個遊戲 這裡真的有很多跳樓梯 你看看 蜘蛛形的 有八條 幸好我們房間多異形 Google Mac都幫不了你 都會說回這間旅館的歷史 就是他們的照片 說說以前的報道 其實這間酒店就好像香港文物酒店的存在 終於回到一開始那裡 四個 大聲歌 大聲歌 為了喝酒省錢要去到幾近 你不要這樣說 我們是和烏仲一起開所謂的酒店 順便吸引 他都幾好 我給了你一個誘因 讓你浸完溫泉都不會迷路 這樣走這八個checkpoint 其實大概半個小時 我們一路走一路說話 所以就要半個小時 如果真的純粹為checkpoint 我想15分鐘都可能可以 一九度後 一段時間後 很不一樣 就是自己 然後是一個長時間 然後是一個時代 大家早安 我们刚刚check out了 我们终于完成了两日一夜汤姿祷馆的旅程 其实我觉得这间酒店的check out时间是十一点钟 而且有shuttle bus是十一点十分的 真的可以等你check out完之后才离开这里 但这间酒店真的比你住满了 我觉得每次来温泉旅馆 尤其是住两日一夜的话 其实是非常赶时间 这间温泉旅馆都是夏旅里面比较出名 它体验的东西都很多 我喜欢我们的房间是有私人风雷 而且是有两个的 室内室外都可以 因为现在夏天的温泉 真的很容易爆寒 还有要准备第一大杯冰水 真的要有心理准备 是跟昆虫共存 就算室内的地方 都会有蚂蚁在 其实在櫃里面 它都有准备一些对付虫的东西 不论是我们的酒店房 还是我们去的任何一个地方 大浴场等等 全部都是很干净的 我们的房间整体上比较古色古香一些 但是去到私人风雷的位置 其实是比较新一些 我觉得它应该是有翻新过来 比较新色一些 用了很多贵木 所以那个位置是很舒服的 当然在价钱方面 我们的房间真的贵了十万 可以选择一些是有露天风雷 但是就不是这种天皇房 可能会便宜几两万一间 基本上这一间铺床之后 已经是用不到桌子了 当然它有一个很正的露天风雷 它的露天风雷都是100%完全 它的水也是一直流 这个也是以这些私人风雷来说 是比较罕有一点的 如果有民生的朋友 住这些是可以看定网站的 写定是温泉挂楼的话 那就是代表它的房间 其实就是用着温泉水的 它一点是不会这样写的话 有机会是热水来的 而下旅温泉的泉水 都是很特别的 首先大家看到颜色上面 它是透明模式的 而且它不是我们之前去过的草棕 有买的 它是完全没有什么味道的 它是那种味道是比较淡一些的香味 它就不是那种硫黄皮味 我之前上网经常都会听人说 说去一些温泉会闻到一股香气 我之前都觉得有没有吹那么大 但是来到这一间 我去了大浴场的时候 你会明显闻到一股很清新的香味 它是淡淡然的香气 我不肯定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很近过山的 是那些花、树林的味道 我之前住的油马、草棕 它都是酸性泉来的 但是我们今次住的这个是简性泉 它是PH9.15的 所以你看上去没有任何颜色 是透明的 你看上去甚至觉得好像清碎 但是它就会被人称呼为美人之泉 一摸上手的触感很滑 好像是C質的滑 浸完之后其实是滑滑滑滑的 就算是我们吃晚餐的时候 女将都会说你对皮肤很好家 不论是房间或是大浴场的话 其实你浸下去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我就很简单跟大家讲讲大浴场 大浴场其实一样是有分室内和室外的 晚上和早上男女汤会互换的 因为它们两边其实是有少少不同的 我今天早上浸过的男汤 其实是要走到楼梯上去上面 而上去上面是要坐在 好像一个野外温泉 你看上去是一些树林的 然后因为它的水位是比较高一点的 我的话其实刚刚好浸到这个位置 它的池里面是会有很多大大小小高低低的石头 就可以坐在上面浸 浸完温泉之后 其实它的皮肤是完全没有刺激性的 它的泉质太温和了 我还满下了 不论是私人风雷 也许是大浴场 它有温泉的池起床的位置 是完全没有扶手病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一点 我觉得是可以做得更好一点的 好 然后我们就讲讲这个旅馆的野食 因为这里都是祁浮院 最出名当然是飞驼这两个字 它是接近飞驼山 飞驼村 飞驼牛 飞驼米 它有很多的料理 都是用这里当地的土产 我们每人的晚餐就加了5000耶 就吃A5的飞驼牛 贵女将就专门来到我们的房间 就是帮我们处理晚餐 它就非常之友善的 就算它不算是好识讲英文 但它也会用日文跟我们说 这个牛是非常之有名的 首先来了就是植物 然后就上刺身 刺身其实都有些白身鱼 我自己挺喜欢吃它的豆腐 超重豆味 讲讲温泉这些料理 我们不算很喜欢吃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觉得它的前菜 刺身等等都是做得挺好 不错的 之后就到一个 他们这间旅馆也挺出名的 叫做烧寿司 有一个叶子包着寿司 它就类似一件卷物 中间就有一件渣牛 然后就去到整餐饭的重点 就是飞驼牛 这个铁板是没有给牛油 因为本身牛的质素很漂亮 已经是A5级 所以它就一摆下去 已经是 已经是那些油已经逼出来了 哇 真是正 越长入口即溶 这个牛扒是很好吃 旁边它也会有酱汁 还有盐给你自己再调味 本身每人都有两块 牛的其实都厚 我觉得应该有1cm厚 两块来说都算挺大 以这个价位来说 我觉得算是合理价 这些质素这么高的牛 其实吃两块已经足够了 如果再吃就会觉得太油腻了 所以如果大家过来这里的话 我都挺建议大家可以加一块飞驼牛扒 吃飞驼牛的同时 它也会配饭给你 它晚餐都有烧鱼翅 结果所知应该是飞驼村立即捉的鱼锅 之后它的后面就有一些汤植物 水果甜品雪糕 除了这一餐饭的味道好吃之外 我还很喜欢就是铝醬的效率 一个小时左右就吃完了 我们个人是比较急 所以我们喜欢吃东西是快一点 还有想去看看俱乐部 有长期看看大家是怎样的 外面的气氛都挺有趣 刚刚去旁边应该有些公司旅行 大家就会上台唱歌 里面都有不同的酒可以喝的 即是啤酒、清酒、烧酒、威士忌等等 都会有的 早餐有些是冬食有些是热食 我挺喜欢吃它是一个窩蜜 都是有一块牛在这里 因为我很少吃早餐 会吃到这种三文鱼汁 都挺丰富的烧鱼 通常一来到已经是冬了 它早餐都是好吃的 整体来说我觉得晚餐早餐 我们都满意 还有最后我都想说这里的人的服务态度 是非常非常之好 首先它是会有识讲中文的staff 然后带我们上房的男生 英文都非常之好 女将它是非常非常之友善 然后其他的staff等等都是很好笑容 这个服务态度我都觉得是五星级的 就算你是随便经过走廊 然后见到staff都会停下 然后和鞠躬 真的超级有礼貌 我们在夏里温泉的住宿 就告一段课 我们立刻去下面的温泉街 还有其他的景点 这个位置就是大浴场 所以大浴场对着的景点 就是这边飞陀山的景点 也是我们酒店间放的景点 我们现在准备去第一个景点 就是温泉寺 就在我们酒店走下来 大概五至十分钟左右 看看你走得快还是慢 都是跟着大马路走的 我们下来温泉寺 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寺庙 而且感觉到它很低调 用很多木色、白色 就不像有些纸会有很多花神 顺便经过这个纸 顺便走上去 我想对于我们来说 最棒的是有一条路 可以直接走到温泉街 就是这一条 这一条就是温泉街的主缸 因为已经有不少人在那里走 还有很多手信店 土产店 看到有个青蛙头logo 外面已经很多 因为在这里来说算是挺出名的 是一间小色店 这间店就是卖布丁和雪糕 这些甜品类的食物 每次来到这些出名的温泉区 都一定会有一间这样的店 它也是用夏女当地的牛奶做 首先我们叫做一杯布丁雪糕 上面的雪糕是非常之浓奶味 是日本九成的雪糕都会做到这种效果 还有这一粒很假的汁 我觉得它的冷气超级足 这些食物吃布丁吃得很滋味 好像是奶洗完的布丁 这个咖啡布丁 上面是咖啡的果冻 下面它是普通牛奶布丁 它会有运营乳酪的 我觉得咖啡布丁上面的咖啡是一样的 但它的布丁是好吃的 嗯 很重的蛋香 布丁和雪糕是最稳定的 下次嫁回完美好一点 我这件衣服是防晒和防温衣 其实出来都会看到一个免费的竹框 在我们刚刚的青蛙小饰店旁边 看到七大只字 夏女温泉博物馆 有兴趣就去看看 我比较兴趣就是旁边的这个神社 看到我今天绿色的打扮 就知道我在扮谁了 配合这里的主题就是青蛙的神社 夏女这里为什么青蛙特别出名 随处都可能会看到它的公仔 因为夏女的日文就叫做激怒 大家香港人听激怒激怒 想起些什么 激怒怒 就叫做嘉惠流神社 它的公仔就是青蛙 所以它的盔码上面全部都是青蛙 很可爱 很小的一个神社 例如大家看到这盏灯 又看到青蛙 然后你看到这个水位 青蛙 这个位置都是青蛙 青蛙 这个盔码300日圆 挺有趣的 为什么这次是红厚的男人声 还要去拍得意激怒激怒 激怒激怒 它这里供奉的神明是很特别的 就是青蛙 还有它很特别的地方是 你放了钱进去的话 有一段声音会播出 应该准备有了 激怒激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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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笑啊 真的 为什么我每次都是男人声的 我们 这边也有很多栗子饮食 好像我们昨天在酒店一上房的点心 都是栗子的羊羹 温泉馒头 这些一定有的 这里的温泉街 是有很多分支的 我们走着走着就看到这个 日龟温泉 结禄结禄 真的有很多青蛙 真的有很多青蛙 在这里 这一早都是喝完一杯啡 所以叫做牛奶咖啡 这里的奶真的很好喝 喝回当地的奶是最棒的 因为木头都是以青蛙做主题 但同时看到它的外墙 是有蓝色白色的一块 好像软牛皮的那一块 因为里面买的东西 全部都跟奶有关 包括牛奶布丁 或者这些牛奶 蛋卷 全部都是用了下旅3.5的牛奶 除了买一些奶制品之外 它还有雪糕 或者是一些手唇 好像我手上的这块饼干 和这瓶咖啡一起吃 然后我们也买了一个Tiramisu 它的奶酸非常香滑 上面的巧克力粉其实没什么味道 它也不是有苦味或者有甜味 下面其实是会看到 它有一点烟酒提纸 我只有这一个普通 对比刚才那间的 我喜欢吃刚才的布丁多一点 极油 它从内到外都是极油 外面那层面包已经炸起了 一摸上手极油 它也是很浓的 而里面就是咖喱的飞桃鱼 里面是很少的牛肉的数量 和它那张鱼头是差超过一倍的 里面的肉馅全部都是肉碎 都很正常 因为这个只是500日圆 然后我们在同一条街 继续发掘其他小食 就是这一家 也有几多人排队的飞桃鱼寿司店 它最出名的就是我手上的飞桃鱼寿司 有两款 一款是赤身 600日圆两件 我们买了双角 800日圆两件 它挺有趣的 它不是用碟 它是用虾饼做底 不知道为什么有多咸 但是这个肉是好吃的 始终4111件 都不会要求店家给你这些很高质的肉 但是它吃起码是一片飞桃鱼 是软身 它出品的时候就会轻轻火炸 不会太生亦不会太熟 刚好 至于寿司的醋饭 都挺好吃 挺软的 不是干了的饭 这家小食博呢 我觉得是值得推荐 走过两步之后 看到这家店的门口 很搞笑 你看 首先它有很抢眼的黄色 然后一直看上去 是一只牛 这家店很有心思 很聪明 我想都是买一些 跟牛有关的甜品 我原本看到那只牛在洗澡 谁知道原来它在浸温泉 是有个竹汤的 哦 原来有得卖的 它很聪明 很搞笑 这家店很有心思 这家店 大致上走完那条温泉街 我们就去下一个景点 就是去下旅温泉的合掌村 上面还有我们住的酒店 政府登陆国际观光旅馆 汤芝导馆 这个温泉街 距离合掌村大概要走10分钟 斜路 我第一次在冬天的时候去明屋 我觉得冬天的合掌村 很值不去看 很漂亮 但是夏旅温泉 其实它也有个小翼合掌村 大概有10间这些屋 就未必好像大家众所周知 那个合掌村这么大范围 这些真的很值得看 在日本来说买少见少 哇 斜刀 就带着水 这里给入场费剩余800日圆一位 哇 一多年了 哇 这里是一个小型合掌村 每一间不是荒废的 都有些不同 譬如我们刚才经过这一间 就是入口和受票主 也都有手信点 但是我们现在的目标非常清晰 除了看这些草屋之外 我们还想去玩一个滑梯 哇 滑梯的位置真是 辛苦了 首先我们要在这里 咕咕咕咕咕 经过这10间的草屋 之后就上去 哇 二套型 就是上去才付钱 是的 好了 不说太多了 我们时间有点赶紧 其实挺漂亮 挺特别 还有绿色 好像全部都关了青台 这个是合掌村 重要的文化材 上山这个位置都可以拍到这个合掌村 是的 这里就是观景台 如果想玩滑梯的话 就要拿这个东西 我们刚才说里面的地方很漂亮 原来就是观众朋友 真的走楼梯吗 写到这样 近度 难道走一条远度吗 走 自己入钱的 等等 看不明白 总之自己入钱测下去 一人100日元 有点去瑞士的感觉 我出发了 好快的 哇 通天药的那个好玩 好刺激 好玩啊 超快的 我想时间大概30秒左右 好 我们现在快点下去了 原来它中间还要走一段路 是还没完的 这100日元很划算 还有我想说 你走到一半 你觉得很害怕的时候 你已经走不了了 哈哈 你一定要滑下去 哇 救命啊 好恐怖 好恐怖啊 哇 好热 哇 好恐怖啊 哇 损了啊 牛血啊 对啊 因为它有些弯位 就是会撞到 就是整个人反散 那些皮脂是薄的 要去夏丽温泉 草精温泉 那些皮脂 其实应该立刻下去浸温泉 对啊 立刻没事 我玩下去 其实我觉得有点危险 很容易会磨擦到 幸好穿了长袖衫而已 因为刚才转一转弯 其实你整个人 是会坏坏地平衡的 就是我都会整个人斜了 所以我想KIKI 你应该是这样 撞到它 可能现在一路下去 滑度一路 不断向前走 但是你的手可能 拆损了 少少 大家要小心一点 我不是普通公园街的滑梯 是真的挺快的 是挺刺激 而且它有点上落位 一上落你会有点离心力 之后就会冲得挺快的 但是这个挺好 完全不用排队 今天就要是星期日 我们有点赶时间了 好 我们下去 是 是 鸭子在追着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为什么 鸭子在追着我 你很肥胖 我也是 下来之后 我们就进了其中一间 草屋可以上去看看 那我先脱下 我們來到的原因就是想看一個天然的竹湯 這條橋其實就是每次要去溫泉旅館一定會經過的橋 Ecky就是這個方向 它就叫噴泉池這個位置 很多人都會過來浸一下竹湯 來到這個位置就算是夏旅溫泉其中一個名牌的位置 基本上你看到很多旅遊的照片都會看到這個池 這個就是竹肉而已 千萬不要在這裡浸肉 這個沿途都會看到很多其他的溫泉旅館 這間小村屋也是挺有名的 小村屋就是比較便宜的溫泉旅館 水平館就是貴價一點 另一樣大家都很喜歡的就是來看這個招財貓和打卡 你看看很大 高過我 我們現在回到夏旅站 其實它在這個觀光案內鎖是可以租單車的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其實我們就準備乘車去富山 也是我們下一個目的地 這次我們就用了那張JR Plus 我們就沒有預約到位置 所以我們現在等著自由席 希望有位置 因為指定席好像全都敷了 這程車都成了兩個小時 我們說回這次夏旅溫泉的整個感覺 我們剛剛已經走過我們想看的景點 和溫泉街 其實整體來說 我們就比較一下我們之前去過的有馬 和草樽 因為他們三個 即是日本來說是三大名泉 溫泉街來說 我們比較喜歡草樽溫泉 大家可以看草樽溫泉的段片 就會知道草樽溫泉街是多麼正的 第二喜歡是夏旅溫泉 它的規模上是會比有馬溫泉比較多一些 店舖 餐廳的數量應該是比有馬差味多一些 有馬其實也不錯 如果溫泉的話 我自己會是最喜歡有馬溫泉的那個 第二就是我們今次的夏旅溫泉 第三就是草樽溫泉 其實有可能是因為我們草樽溫泉的酒店 不算是真的很好 所以我們下次會再去草樽溫泉 選一間貴少少的 試一下它的質素是怎樣的 至於酒店來說 我們最喜歡夏旅這一間 整個體驗很好 有些食物、溫泉、房間 全部我們都覺得這次的體驗非常之正 留在酒店裡一天都真的很忙 不夠喉 當然也要說回來 我們今次住這間是三間之中最貴的一間 可能價錢影響了整個的住口感 第二位就是有馬 第三位就是草樽溫泉 整體來說我覺得來這裡夏旅溫泉 它有景點、有溫泉街、溫泉很棒 溫泉旅館也很舒服 我也蠻喜歡這間 這三個溫泉各有特色 老實說我覺得三個都值得去的 我們真的一年之內去完這三個溫泉 超開心 我們今集就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的話記得記得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響鐘仔唱才看 日本溫泉真的很棒 但我希望冬天才來泡 夏天才有少許辛苦 拜拜 下次再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